今天请到两位香港泰拳界的大师级人马 将会接受我们的访问 第一位就是曾经被誉为世界上 身价最高的华人职业拳手 拳馆门生骗及世界的光复德师傅 还有就是文武相传 被誉为国际泰拳大师的徐家杰师傅 他门下帝子同样都是猛人背出的 打得最差的相信都是我了 今天能够请到两位嘉宾上来 真的是小弟的荣幸 感觉就是请了以前古代的两位武林高手 最绝世的上来 包括有我师傅徐家杰先生 还有另外一位拳坛的泰斗光复德先生 欢迎三两位 两位师傅都是很笨静的 我通常和到拍手掌欢迎一下 谢谢 其实为什么两位会这么喜欢泰拳呢 因为我很小时候 我爷爷就是练习泳春的 我在五岁的时间 就经常都见到我爷爷 每天早上都练习功夫 还有在我小时候 也受了李小龙的影响 所以我就很小时候 已经很喜欢武术这种东西了 不只是泰拳的 但是你是 龚古多师傅很厉害的 你是八岁 五岁开始学习中国功夫 中途就主学空手道 然后后来才学泰拳的 是不是真的有选择过 或者实践过之后发觉 咦?不是,泰拳真的有些东西不同 这样我在八岁至十二岁 我练习这个蔡理佛 在八岁至十六岁的时间 我分别练习过空手道 泰拳道 泰拳和身权拳 到后期 因为那时候在香港 认识泰拳这件事 就是很皮毛 到后期才再过泰拳 我心致希望知道泰拳 究竟是什么 我的故事稍微有少少不同 我爸爸本身也是征务会会 小时候又童坤 很多时候有勾斗 小时候跟我说 嘉杰说男人一定要练武 他说你不练武就被人欺负的 那时候他有一个自博 一个自卫的意识在那里 我小时候最有趣是家里有一幅 现在我还保持着 有个日历 有个日历 那日历是世界的体育 其中一篇就是泰拳 一个彩色的油画 那边油画我还保持到这里 我说这些拳很厉害 兜心眼那幅很有动感的 那幅油画 我爸爸说这些拳很厉害的 为什么 那时候是六几年的时代 他就说这些拳 我们将那些国术去到 去到泰国被他打到飞起 事实上五八年 香港国术太极 还有有少林他打 惨败 第一个回合他就睡了 另外在六一年去柬埔寨 又是输了 那泰拳的能力 的实践威力 香港国术界是绝对知道的 而当时的泰拳是很敌事的 就是我们第一个外派 不是中国的武术 其实都是一家人而已 但是当时因为那部户建很深 那这些外派他们 第一道知道泰拳可以 但是也是抗拒得很厉害 那我但我们进了路了 觉得泰拳很有趣的这件事 那偶然的机会 当时我爸爸是 我玩过少林拳 有个小小根基 但是玩得不深 那过程中又玩是游到 但是一撞撞到一个 回来的华僑 就在青年会撞到他 他挂了沙巴在那里教拳 王五初 阿差 他是泰国人来的 他是落难来香港的 那见到我 大家跳吐风舞玩 你知道年轻人总是玩 会教 结交的朋友 学拳来 他说玩拳来 我看到他在那里踢 那之后一见 就爱上了这个体育 那他留了一年 就是日来敲门 叫我下去练拳的 这个师傅 但是他的胆识 就是我照现在都是 欣赔 因为我们住的时候 在深水埗 狗犯之地 他横冲直过什么人 看见到他都养三步 我觉得他这件事 只是练到胆识已经够了 一年之后他回去了泰国 那我就跟了方野 方野就是泰拳大师 香港泰拳之父 就教过很多人 那接着有一个西洋拳 很有名的国内 远东独射手 郑吉祥 又下来香港教 教Boxing 是中国第一个职业拳手 那我跟了一段时间 那其他合器到 游到我都玩过 泰拳玩过少许 但后来爱上了泰拳 就一直没停过 几十年一样 一停了就生病了 两位堪称香港泰拳方面的自尊 事关于你们 放在泰拳的时间 真的很多很多年 有没有计算过多少年 我想超过三十年呢 我练习泰拳和武术 超过四十年 有多 真的很长迷 很着迷 我四十年 两位都放了很长时间 基本上是我出生的时间 再加一半 才够你们历练的那个感觉 但是其实在你们 刚刚年轻生长的时候 是不是街头很多时候 譬如有些什么一言不合 或者什么谈不到呢 就算是掃朱拳头 有什么不妥 过来吧 年轻这样 那一代打拳头架 就没现在那么夸张 因为现在全部很厉害 打架是很大件事 新闻 头条 电视影 那时候人打拳头架 是很普通的事 不错 周围都有 也有 随时碰到就打 不错就打 那时候我们 学校名字不要说 没回学前 穿得很漂亮 旁边的学校那些 看到就打 不错 看年轻人那些 賀尔蒙 如果对方人多 我们人少 就派代表打 如果大家人数相弱 就勤勇 那时候是这样的 打完之后 回到学校 一只 一只 油鸭 那时候新的制服 都残了 是这样的 出街的时候就很漂亮 回到学校 但是这个是年轻的过程 慢慢成熟 你知道什么叫做 自制 有时练了舞之后 你不想打架 有些人以为 练武人喜欢打 练武人是不喜欢打 有时不喜欢跟 讲俗一点 谋理打 不懂得打 跟打做什么 要打 见到高手 说好 学一下 大家过一早 多些 要舞会有 都不懂 浪费时间 那时候我每天的袋 除了书之外 就是两个拳套 一对4盎司 一对8盎司 那如果学校里面 有谁说要 过招 说好东西 说自己功夫好 就跟我 你喜欢大拼 4盎司 又是8盎司 如果4盎司 就会流血 8盎司 就会安全一点 那当时我记得 我在这间学校里面 就有一个教练 是我的老师 那时他说在两段抬拳道 那时你多少岁 那时十三、四岁 我说要跟你 交流 切磋 但是老师说 你是小孩 不要跟我玩 不要 但是当时我很大胆 我记得有一次 我就 就和我的表哥 去一间湾仔的武馆里面 那我当时就 上到武馆里面 我坐在那里 在那里看别人的练习 那间武馆的师傅就说 喂 小孩 你上来在那里参观 是不是想学习 我说不是 我上来看看你们 怎样打法 行不行 因为我小孩不懂 又不懂说话 然后他说 这样啊 你练什么的 我说我练赛理佛 空手道 当时我还没练泰拳 他说 我说这样啊 你有没有兴趣来切磋啊 我说不要紧要的 就是 小孩哪知道什么 什么叫危险 那当时好了 接着他就找回 同一年龄的 十三、四岁的 跟我切磋 叫做自由撲击 结果呢 那次 是不是就是拎情 类似的 对打 结果呢 因为我小时候 已经很用心 连体力 那次就不是 其实是赢了 是好像打烂仔胶那样 乱地打 打赢了对方 是 接着呢 那个教练的师傅 就不要说什么门牌 他就说 小孩 你也可以啊 很不够胆啊 小孩 对了 他说下次 两个月之后 或者一个月之后 你还敢再上来 他又找个二十岁来跟他打 我就不知道啊 我就以为 没什么了 打小孩 小孩打小孩 害怕什么 十三、四岁 大家捏过 不怕 好 不用了 两个星期后上来玩 怎么知道那次上了星球 两个星期之后 上去跟他打对手 高了成半个头 大黑小孩 他还要那个是打过不知什么比赛的啦 哇 跟我打 打到我呢 两只眼红猫 嗯 鼻子就流血 嘴巴歪了 回家 把妈妈骂到我 死死下 然后后来还说 他那里有个大师姐 他还说 我们还没出过我们的绝招 我们本门绝招就是撂阴腿 哈哈哈哈 肯定是空手道 趴在那里 因为那时候 他是一间中国功夫的瓶馆来的 变了我们说是空手道的 就是变了一种抗拒 不太好 嗯 但是你还没说你是sir的那件事呢 江师傅 哪个 你的师傅 你说你学校有个老师那个呢 老师 是港手吗 港手后来他也不肯跟我打 因为我觉得我是年轻 还有他的师傅身份 也是两段的台拳手 如果跟我打 他真的有什么差池的话 就很难下台嘛 那边帮你 可能Eda你见不到 自从泰拳进来之后 对于整个香港武术界的冲击是很好 为什么呢 其实什么时候开始进来呢 泰拳 第一个答来的 60年 第一个答来正式就是方野 正式开馆教的 就是以前有几个是私下教的 正式开馆是大规模教的 就是方野师傅 那他现在还在 那时候之前 因为香港主流武术是国门国派的功夫 而功夫的很多背景 就像社团各方面 那变成了大家的牵连很深的 那他那些内部组织不要说了 重点是 你做内部组织 当然是内部组织 可不可以说 最想听是这些 但是他们变成了很多时候 就变成要港手挂硬的 分明踢馆就是很普通的事 你有力就够胆就去踢馆 那时候我们在泰拳馆 我当大师兄 别人来报名 试一首 你什么事 值得先学 你叫大师兄 你就打 那上春来的那些 通常都不够我们打 那些权术我们是好运的 这个事实 那变成了 打打 口碑就来了 那口碑来的时候 那个抗拒感越来越大 为什么呢 踩过街 你过路过街 那他就找人去冲你 那变成了用那些 所谓社团力量来搞你 那搞到踢馆了 那我们师傅都被人踢过馆 那我刚才不在 那师傅人少的 大家不要了 拿一些徒弟出来打 那我很不幸被选 选中了而打 不是不幸的 其实是光荣来的 那在哪里打呢 在九龙木花神 石屎地 还要过年 年初二 那个表演那次 那个不知道叫梁军合 那个师傅又省丝又砍石 那些角色表演 大会演的 那我们去就跟对方 配三个拳手打 我们三位师兄弟 结果对方全部失场 不敢 为什么呢 他师傅叫他都不去 他说就行 人多就行 人少的时候自己就退 结果我们要自己师兄弟打过来 踢到这么多观众 我们的经验又不敢 不可以搽头摊 又理真了 拜年了 跌了脚 个个好像阿斌 这些是亲身经历 但是说回那时候 其实挺恐怖的 经常这样 就是很多私斗的形式 但是自从有太军公开财之后 没有人敢说话了 听什么管 你就上去打 有个台在 你打多少磅你说 打多少钱你说 你要多少钱 新价 你敢开价 所以现在没有了那些 所谓私斗 紫鼻歌那些 敢上去报名 不要说话 其实这个是好的 挺精神 上去打完一件事 下来我请你吃饭 上去就没有这样了 这个问题 香港两位都没什么人敢 上来下来 下来打的 就是打变天下 有一件我听过在澳门 在澳门的 有两个很出名的大士级 过去打的 那个吴公尼陈德夫 是 那件事是怎样的呢